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早晨了 除了看到海景 一早起床看到 藍天和樹木都很漂亮 很搞笑啊 這邊有雞蹄 這間屋還有一個小露台 我知道今天為什麼會聽到雞提 有隻小狗還有兩隻雞 有隻小狗很有趣 Hello 是不是到街上街 他笑一笑 聽說其實在韓國很有名 有人幫他開閣博物館 Heddy Bear Museum 我們一齊去吧 Heddy Bear的博物館 入場費一位就12000元 的秘密是紀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很出名吃白大魚的地方 我們現在去試試 只吃前菜也飽 還有專人幫你起骨 嘩 嘩 好技術 嘩 好像太表演了 很好吃 很好吃 一口一口 他推薦我們的吃法 是把白大魚 加鹽製的洋蔥 很好吃 好飽 這個白大魚套餐 八萬九千磅 兩個人 喵 車底還有一隻 這間是傳說中的綠茶博物館 聽說綠茶美雪糕比日本更好吃 很特別 有什麼特別? 特別怪 今天明明星期一 綠茶館超多人 我們現在要去買綠茶雪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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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綠茶卷 很香濃的綠茶味 慢慢溶在喉嚨的位置 很棒 很濃郁 有點甘甘的 吃一口吧 很濃郁 冰火感覺 去完綠茶博物館 走過旁邊就是Inners Free 走之前記得去對面有綠茶園 很大片綠茶園 很大片綠茶園 但沒什麼味道 進去拍攝 要很大的勇氣 很多物工 最後一天我們選了 入住樂天市酒店 進來了 兩張獨立床 因為沒有雙倍袋 因為沒有雙倍袋 先看看廁所 肉乾來的 在韓國濟州最後一頓 酒店職員介紹我們吃這間韓牛 最高級的韓牛 是8萬瓣 一份8萬瓣 一份6萬瓣 和3萬8千瓣 的生牛肉 馬山牛肉 是不是很血腥啊 它有醃了 你不要看著它 其實好吃的 專人幫你燒烤 它燒得很生 其實就這樣 揉一揉面 吃下去有點凍 你看看 還是血淋淋的 生牛肉 反而好吃很多 刺身的吸素 口感很好 但韓牛燒不熟 反而不好吃 我們決定自己燒熟一點 又不好意思 在它面前燒熟一點 一見它走開 你快點把肉放進去 煮熟一點 和熱一點 用菜包著 再加蒜頭 和豆瓣醬 好吃很多嗎? 買單179000瓣 ? mix 中文字幕 李宗盛